5月22日晚间,香港特区行政长官林郑月娥率领特区政府司局长及行政会议成员会见传媒 林郑月娥表示,由于香港目前面临的国家安全局势日趋严峻 而特区的行政和立法机关难以在一段可见时间内自行完成有关维护国家安全的立法工作 特区政府全力支持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关于建立健全 香港特别行政区维护国家安全的法律制度和执行机制的决定草案 林郑月娥指出,国家安全是每个国家和地方的头等大事 是市民安居乐业的基础,应该正面看待本次立法工作 林郑月娥强调 林郑月娥强调,人大立法只针对在香港分裂国家颠覆政权 恐怖主义,外部干预的四种行为 不影响一国两制,港人治港和高度自治在港实施 不影响香港居民依法享有的权利和自由 第一,是不会影响一国两制,港人治港 高度自治的方针在香港的实施 等到这个字回归以来 确保香港长期繁荣稳定的最佳制度 能够继续得到充分实践 第二,它也不会改变香港实行的资本主义和法律制度 以及外国投资者在香港得到依法保护的利益 第三,立法的工作让特区政府可以有效地依法防范和压止 危害国家安全和组织恐怖主义破坏的行为和活动 最后,这个工作也不会影响香港居民 依法享有的各行权利和自由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茜 杨茜茜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